豬豬媽媽 霍克媽媽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再玩這遊戲《七大罪之光與暗》 這條影片想簡單介紹殲滅戰 殲滅戰需要主線 通關通到39關就會開放殲滅戰 殲滅戰是兩個玩家一起玩的 主題是魔神入侵了其中一張村莊 我們的目的就是打走這個BOSS BOSS的時間是為期60分鐘 如果60分鐘內打不贏這隻BOSS 就會自動在村莊消失 而每一隻角色都會對BOSS有特別的加值 例如斑就會有額外加值和減傷效果 現時就是打紅色魔神 而每一個魔神都會有三個不同的難度 而他們的獎勵都會有不同 他們會分別提供隊長的專利獎品 和一些關卡的獎勵 越高難度就可以獲得越高星數的生命之水 是用來覺醒你們的英雄的 假設我們剛剛觸發了這個魔神 就是在第三章節 我們會看到村莊會有一隻魔神出現 還有剛剛提及到時間限制 在時間限制內裡面能擊倒 如果不夠打 可以叫這個珠珠媽媽幫你打BOSS 雖然可以領取這個擊退獎勵 但在更新之前 將無法玩這個章節的殲滅戰 即是可以除了我們自己打之外 可以用這個珠珠媽媽來擊退 但擊退完就不能再打第三章的魔神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就用這個珠珠媽媽 霍克媽媽 我按 嘩 一下就閘到魔神裡 搞定 獎勵就會少一點 只有魔神角 就不會再在章節內出現 就不會再在章節內出現 殲滅戰每日限制 另外那些當然還可以繼續打 因為每日的次數還是1-1 而第三章的殲滅次數已經變成0 而大家可能說 如何才能觸發得到BOSS戰呢 BOSS戰觸發的條件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章節 目前開放到第五章 下面會有百分比 百分比越多就可以開放這個魔神 而BOSS戰的難度越高 就會提升殲滅戰發生的機率 所以大家如果要打這個魔神 第一時間就要挑戰這個BOSS戰 好 那我們簡單說一說這個殲滅戰的技巧 例如現在這個魔神出現在第二條村裡 我們就在指定的時間裡 擊殺了這隻魔神 其實打這隻魔神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如何封住他的行動 例如我們挑戰一下HARD的模式 魔神就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邀請AI去幫忙 當然是你們的好友AI 第二個就是邀請或者搜尋街外的人 如果有好友在線我們可以邀請好友 當然AI和真實自己玩的玩家 當然是真實玩家 就更勝一籌 那開場呢 那位玩家就會消耗他們的行動力 而邀請那位呢 就不需要扣任何的行動力 而對五篇城方面呢 我們主要會用斑 因為有攻擊力提升 而金呢 就是一些控場的角色 必須要在這個關卡出現 因為我們要有控場的角色 才可以擊殺到這隻魔神 而我另一個帳戶就會選擇這個角色 就是兵騎士 他有一些可以封住魔神的技能 而中間這隻粉紅色頭髮呢 騎士長就是幫我們全員加一些攻擊力 好 好 最重要呢各種鬥級 即是戰鬥力高 魔神呢 我們就可以先封鎖著他的行動性 而打這個魔神呢 最重要的 要素就要裝這個叫做圖章了 圖章呢 可以表達回合 我這個回合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使用一支石化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啦 我們就可以提示到對方 我原來下一關有石化技能 就由你來封鎖魔神的行動 反過來 如果我沒有石化技能 你就要給我一個信息 你另一位玩家知道 原來你沒有技能 就交由另一位玩家 作出封鎖的招式 所以圖章呢 是一個很重要 在這個魔神溝通的一個圖章 當大家知道 誰可以用到封鎖技能 大家就不會撞到這招技能 這樣就可以有效地封鎖這隻魔神的行動性 好像這個時候 有金的技能 我們就拿圖士跟我們另一方面說 我可以用石化 另一邊就可以全力進攻 不用麻煩 但是呢 又要記得 你不可以這麼快出了些卡 這麼快出了些卡 你是不能reset的 所以這一步呢 又是做錯了 唯有交給我另一邊 由他來封鎖魔神的行動性 所以這隻遊戲呢 在打魔神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是另一邊的 看到你有石化 哦 原來石化你可以用的 正常你一邊就會放光技能 留回最後一個回合 在最後一波的輸出 我可以使用石化 他一看到 正常就立刻會放光技能 換句話來說 我們就是最後 首尾門的一個角色 我可以用阿斑 石化他 魔神呢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跟另一邊的隊友溝通 很容易無限封鎖 這個和魔神的攻勢 因為我自己一次要把兩個角色都控制 所以基本上不用溝通 因為我知道哪個角色有封技 哪個角色沒有 對 如果大家不是我這樣的情況 就記得好好跟你另一半溝通好 究竟誰是做封技的 誰守尾門 誰主力輸出 誰放Buff等等 因為如果我們漏了招 不記得封他的話 其實是很大件事 有機會讓魔神一波秒回我們 放加攻的Buff 其實大家都要好好配合 如果做第一位放卡者 最好就是放加攻的Buff 我們之後的傷害 才有Buff的提升 而紅魔神其實真的很容易打 因為我們基本上 把握著空場 他就被我們無限地封鎖 再加上這個冰騎士 他的封印技能 只要一個星數就可以封鎖 但是藍金要兩個星數才可以封鎖 所以為什麼會用冰騎士的原因就是這樣 好 好 如果我們打人魔神 會有BUFF加成 買他們的商品是會有Discount 而且會加一個村莊的EXP 因為一個村莊會有5個心心 最高就有5個 如果未夠5個心心 這個XP就會提升 打完天滅戰 所以殲滅戰都會有幾個 如果大家推主線都會有5個殲滅戰 大家就記得要打 這條影片就介紹到這裡結束 希望幫助到一些新獸前期如何有效地推到這個熊魔神 如果大家有什麼事跟我說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